现在最火爆的赛事,莫过于帮派联赛了 能把数以万计的玩家组织起来,一起打PK 也只有帮派联赛能做到了 有人说究竟什么样的硬件才适合打帮战呢 其实没有一定的标准 最主要的还得看队伍人员是否齐全 阵容和硬件搭配是否合理 这部今天老王就随机扫了一个号 看完之后直呼是随机扫码的天花板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号呢 一起来看看吧 一身白板法爆伤害 十四段,4.88,13段,神诱,物理暴击伤害 磨奈,秦阴三叠十四段光芒时 秦阴三叠没愤怒,能打到十四段光芒 说明着啥 九段的灵士 属性好好啊 九段的灵士,八段的灵士 这是随机扫码的天花板啊 七技能高连雷龙,八技能连扇童子 耐虚之音,静台避垒 这只也是静台避垒吧 可能静台打掉了,要不然他不会打D级 别干,对吧 你反对一下 我靠 这宝宝三技能也能 也能打出,也能进阶 变异不服 四技能胚子不服 两本授觉也不贵 有一说一 你速度加了927 你起码都有个高敏吧 对吧 你起码有高敏的宝宝700多速度 就那927了 你多一个属于哪能加到血 所以说这只宝宝不合理 法庞镜台没毛病 法庞镜台没毛病 这张号还挺新的 搭配合理 这魔王的侵蚀也不用测试 魔王的侵蚀本来就是垃圾 他甚至连洗都没洗 现在上那号 是我的 现在打帮战还学什么吗 163 高连的宝宝都撤了吧 高连的宝宝就刷任务用的 静台的宝宝学手查的比较多了 三个开局的也有 闪现的也有 我真的想象不到你去哪儿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